著名作家杨将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亏望 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 或者不妨敞着赤裸裸的窗口 但终究,你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生活 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妄图将自己的生活强加于别人 有期望从别人的生活中寻找自己 这样的我们往往活得疲惫,过得迷茫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们越明白,别把自己的脚塞进他人的血 别去亏望别人的生活 不多言,不多看,不多试 才是生活最好的方式 一,别人的幸福,别轻易打扰 情感专家朱敬曾说 在你眼中看到的可能是一种苦难 在别人的眼中也许正是幸福 有时候,人们的幸福很微小 也很脆弱 或许只是一句无心的话语 就会让笑容隐匿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对中年夫妻日子过得清贫 女人在街角摆摊 男人在一家小企业做工 每到中午饭点 男人总会回家做好热乎乎的饭菜 送到妻子的手边 看着女人吃饭的样子 男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有一天 女人像往常一样打开饭盒 正准备吃的时候 路边走过来一个似乎打算买点东西的中年胖大姐 她无意间看见了女人的饭盒 摇头说道 这菜看起来一点油水都没有 怎么能吃得进去吗 她又转头朝着男人说 你一个大男人 让女人出来摆摊受苦 太没用了吧 说完 她转过身 晃悠悠地离开了 空气突然像凝固了一样 妻子看着最爱的土豆丝 扒拉了一口 却再也没有以前的味道 男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把脸埋进了怀里 眼角似乎含着泪光 本来洋溢在夫妻之间的幸福 因为路过大姐的一句话 支离破碎 生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经不起比较 当别人沉浸于小幸福中时 即使不愿祝福 也别去轻易打扰 幸福有失脆弱的就像枝头的小鸟 已经打扰就非离开 再也难以找回 之前在微博上有一张被网穿的照片 在一个夜市小摊上 一家三口围着一张小小的桌子 桌上摆着一个小蛋糕 上面插着一根蜡烛 父亲面带微笑 用双手护着火苗 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裙子 头戴生日帽 合着双手闭着眼睛 笑眯眯的正在许愿 母亲看着父女俩的侧脸中 显露的嘴角弯弯 彰显着内心的喜悦 在一起为女儿庆祝生日一家人 是一幅多么幸福的画面 然而 在评论中 却出现了很多高高在上的声音 他们嘲讽着夜市的环境 父母的穿着 蛋糕的寒酸 他们肆意地评判着这一刻的幸福 很多时候 你看不上的 也许是别人求不得的 你眼中的悲惨 可能是别人千辛万苦 才挣来的 别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感 用所谓的怜悯 去打扰别人的幸福 如此好在离开前 请叫醒我中写道 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小幸福 也不要去嘲笑别人的梦想 只要那些人真的是在努力 生活中 让自己发光就好 别去吹灭别人的那盏微光 二 别人的生活 别盲目羡慕 作家莫言 曾在当你的才华 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这篇文章中写过一句话 我们都是远视眼 总是仰视别人 我们都是近视眼 常常忽略身边 人生在世 总有不如意 也有不公平 有失落 也有羡慕 你羡慕我的富有 我羡慕你的自由 你羡慕我的车和房 我羡慕你的轻松惬意 你羡慕我的活色生香 我羡慕你的健康 我们总是羡慕着别人 却不知自己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 荣获第九十二届奥斯卡金 向奖最佳短片奖的邻居的窗 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爱丽和丈夫住在一栋公寓里 丈夫为了养家糊口 每天拼命工作 白头发一天天地生长 爱丽是全职家庭主妇 怀着孕 还得照顾一儿一女 没有社交 没有自由 只有无尽的家务和孩子的吃喝拉撒 他们的生活一地鸡毛 疲惫 枯燥 两人经常吵吵闹闹 后来 对面的楼里房子 办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 没有孩子 相互恩爱 经常开派对 呼朋唤友 纵情享乐 爱丽觉得很羡慕 常常坐在窗口 观望着对面的生活 有一天 她意外地发现 男邻居剃了光头 虚弱地躺在床上 女邻居细心地照料着她 没多久 男邻居去世了 人们抬走了她 女邻居在一旁颜面痛哭 爱丽跑下了楼 想去安慰女邻居 从邻居口中 爱丽才知道 原来男人早已身患重病 那些派对 是为了留下美好的回忆 而她自己觉得 平淡枯燥的生活 正是女邻居羡慕而不可得的 爱丽细细回想 为了让一家生活得更好 丈夫常常工作到深夜 即使工作劳累 也会在休息时带孩子出门 让她好好放松 争吵后 丈夫总是主动地安慰道歉 那一瞬 她茫然觉得 自己的生活 其实如此文心 我们总想在别人的生活中 找到失和远方 却忘了审视自己的生活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阳光与阴暗同面 欢喜和哀愁共存 你的一地鸡毛 或许正是别人渴求的美好 作家马德曾说 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 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却发现 自己也被仰望和羡慕着 临渊陷渝 不如退而结往 与其羡慕他人的生活 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三 别人的选择 别随意干涉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走过的路 比你吃过的言还多 听我的总没错 你这样不行 怎么不听劝呢 总有这样一群人 打着为你好的借口 妄图干涉别人的生活和选择 有一次 浙江理工大学硕士贺志伟 因为回家当公务员而登上热搜 本来 硕士去考公务员不足为奇 但贺志伟却曾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论文 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陈德旺的话来说 他的科研能力绝对在专业前百分之一 而正是这样一个未研究而生的天才 却选择了转身当公务员 这让陈教授倍感痛心 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劝他辞职 重投科学研究之路 年轻人没经验 眼光不长远 不热爱都能发论文 如果热爱了 岂不更厉害 言语中 痛心疾首伤重勇之情怀表露无疑 的确 陈教授的出发点并无恶意 只是不愿一个学术天才从此沉沦 但是 这种恨铁不成钢 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又有何意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 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 很多时候 我们总觉得关系好 就随意插手别人的生活 干涉别人的选择 但是 我们往往只从自身角度出发 很少去思考 我们的干涉是否真的合适 乳汁蜜糖 很多时候会成为别人的皮霜 魏晋时期 姬康和山涛 同为竹林七贤 一起喝酒送歌 肆意酣唱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时 司马家族当政 姬康不愿辅佐 打算隐居 山涛觉得隐居山林只会埋没了姬康的才华 于是不断劝阻他一起入朝为官 即使遭到拒绝后 山涛仍旧向司马昭举见了他 姬康得知此事 非常生气 写下与山剧圆绝教书 从此和山涛不相往来 成年人的世界里 无非是选择自己想要的 然后承受其带来的后果 作为旁人 哪怕是最亲密的人 纵是有再多的不解和遗憾 也不应强行干涉别人的选择 因为同样的世界 在不同人的眼中 有着各自的光彩 作家马克里威所说 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 就算为了对方好 这也是他的人生 别人的人生 自当由他自己做主 最好的关系 并非不分你我 而是孰不于去 作家村上春书曾说 并不是每一条鱼 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别人有别人的生活 我们也有自己的诡计 不要用自己的生活 去要求别人 也不要在别人的生活中 找寻自己 不打扰别人的幸福 是一种善良 不羡慕别人的生活 是一种智慧 不干涉别人的选择 是一种格局 生活是自己的 与其亏望他人的窗 不如将眼光收回自己的房 把别人的生活还给别人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闪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